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,武则天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在我国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,能够登基坐上权力的巅峰,真不愧是一个女强人。 其实在武则天去世三百多年后,中国差一点又出现一个女皇帝,在她去世前也曾身穿龙袍,这就是宋朝张县民宿皇帝刘娥,绅世凄惨的刘娥当初被卖给赵衡, 因为两人的感情很好,但是却遭到了宋太宗反对,赵衡无奈只能送刘娥出府,但是当赵衡继承皇位,成为赵真宗后,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年近三十岁的刘娥接进宫,刘娥不争宠,一心辅佐赵衡,赵衡驾崩后,宋仁宗继位,刘娥继续辅佐年幼的皇帝,将宋朝治理得津津有条,但权力终究是个让人上瘾的东西。 宋仁宗成年后,刘娥依然不放权,还曾询问大臣们,对于武则天的看法,当时的人们都观察到了他的称帝之意,最后还是名臣鲁宗,道直言,敬见才让他止步。 刘娥在去世之前,决定要穿一次天子的服饰,将权力还给宋仁宗后,刘娥穿了一个月龙袍直到去世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,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,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,拜拜咯。